肯定要懊恼啊 因為那不是我的 我出發點 上了一堂課 我也了解 當這個公眾人物 該說的該寫的 然後不該說的不該寫的 就是要怎麼做更好的一個人 王陽明會誓言再道歉 超雙女兒還想拼二胎 我們邀請到天下第一帥王陽明 我不是天下第一帥 但是謝謝韋中哥 你一定會這樣講 你算帥的人那要怎樣 我承認我帥 電影角頭最帥的Michael哥 王陽明日前到王偉中 廣播節目接受專訪 談到現前的誓言風波 肯定要懊恼啊 因為那不是我的 我出發點 特別是這次角頭的宣傳 我有跟大老闆溝通 你可不可以就讓我 用角色這個角度 去跟所有的 對就是其他的有流量的網紅 把他們集中在一起 然後跟他們做這個短影音 結果反應很好 然後粉絲給我們的回饋 特別是在不同的社群媒體 很熱烈 就很aggressive 導致我自己寫錯東西了 如果說你要用角色扮演 去做宣傳 要很清楚 高杰就是他就角色扮演 所以就把黑眼睛帶起來 如果面對記者 他就把黑眼睛拿下來 上了一堂課 我也了解 我就是當這個公眾人物 該說的 該寫的 然後不該說的 不該寫的 這個分界這邊 我覺得很重要 就是我上了這個課程 要讓我更懂 我應該做什麼 然後要更懂 就是要怎麼做更好的一個人 很高興你能演到自己所要演的戲 而且有孩子之後 又不太一樣 你是女兒嗎 我是女兒 從女兒狂嗎 我非常從女兒 現在 你們現在只剩一個嗎 我目前只有一個 看以後 看我老婆還想不想再生 我還是想再生 好 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